大家好,我是小鹏 今天来做这个炖炖都吃不腻的早餐 自制千里香鲜肉小馄饨 它的口感是偏沙馅的 有点嚼劲,又嫩又香 看完视频,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今天买的是这个后腿肉 没有什么肥肉 它的做法呢,其实和饺子是有区别的 用刀给它剁成肉末 500克的肉,放了7克的盐 少许的松茸鲜 胡椒粉 少许的酥蚝油 两勺的薄盐生抽 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融入到肉馅里面 再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打上劲 这样我们的肉馅吃起来才Q弹 像视频中这样粘手的状态 再打入一个母鸡蛋 继续朝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上劲 最后撒一把葱花 接下来我们开始包馄饨 取一张馄饨皮 用筷子挑一小坨肉馅放中间 用筷子撑起馄饨皮 然后再用我的五个手指轻轻的给它按压 慢慢的抽出筷子 稍微收口捏一下 一个简单的小馄饨就包好了 如果实在学不会 那也是一种幸福 比起饺子 包馄饨真的是太简单了 这个肉馅不用太多 因为这个面皮是很薄的 不然外面都已经煮烂了 里面的肉馅还没有熟 我平时就是喜欢多做一些 放到冰箱去冷冻 吃的时候 拿出几个 放到开水里面煮一煮 把它们煮到浮起来 再煮二到三分钟就可以了 馄饨包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水开下锅 不要着急去翻冻 馄饨汤底想要好吃 调味可是非常的关键 碗里放葱花 紫菜 盐 鸡精 少许老抽 一勺猪油是灵魂 一小把虾皮提鲜 最后别忘了再来一点香醋 加入101度的开水冲烫搅拌 这个汤底用来煮面条 也是非常好吃 混沌全部浮起之后 就证明已经熟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在汤料的碗中 这样煮的混沌各个精硬剔透 皮包馅大 汤鲜肉香 一口一个真的是太过瘾 孩子的早餐吃它 快捷又方便 营养还健康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鹏 咱们下期视频见